每天清晨6点钟左右 重庆轨道交通4号线石船站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乘客 他们用杯楼装着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然后搭乘地铁前往数十公里远的城区售卖 这条轨道交通线给菜农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同时也为城里的居民带来了新鲜的蔬菜 久而久之,4号线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杯楼专线 家住重庆市于北区石船镇的杨邦炉和老伴王茂学有三亩地 除了种植橙子树外,还种植了一些应季的蔬菜 4月11日清晨5点30分,天还没有亮 老两口就已经用杯楼把蔬菜装好了 他们早早地来到4号线石船站 搭乘第一班列车前往40多公里远的城区进行售卖 石船镇位于重庆市于北区东部,离城区较远 蔡农们表示,4号线未开通时,他们只能搭乘公交车进城卖菜 公交车空间小,人一多就挤不上车,就算挤上了公交车,也要面临多次换乘,很不方便 2022年6月,4号线开通后,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地铁去城区卖菜,非常方便 为了给蔡农们提供方便,石船站每天清晨提前打开闸门 站内工作人员也为蔡农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外,工作人员采用手持检测仪器安检,让蔡农们快速进站乘车 得此方便的蔡农们也为地铁的卫生着想,大家都将蔬菜包好,不让泥水弄脏车厢地面 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很自觉,他们的那个背楼也好,还是那个罗框也好 他们打包都很规则,他们也很自觉,来自觉维护我们车站的战车秩序 我们也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个快速准确便捷的一个交通服务 进站时,帮着搭一把手,货安检时引导一下,乘服梯时搀扶一下 背楼专线工作人员每天服务蔡农安全有序乘车的温馨之举被网友点赞 我们以打造舒适、安全、便捷的乘车环境为己任 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蔡农们的出息需求 并根据他们的乘车特点和规律,针对性的探索,打造规范安全的乘车秩序 费楼专列,不为费楼而开,但因费楼而感受重庆的富助负量与包容的城市温度 为了让蔡农们更清楚地听到列车爆战的信息 重庆轨道四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经过精心策划 于近日在部分站点上线了方言语音播报